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評審老師 各位參賽者 大家好 我們是來自家運動的斗人一收 大家早餐吃了什麼呢? 也許是稀釋的麵包、玉米蜕片 又或是中式的米飯、豆漿 大家注意到這些食物的控紅醋了嗎? 沒錯!就是種子 他們都是由種子做成的 人類不像種子能夠滋養自身 也沒有植物情況的作用的刻意絕活 所以往往我們必須像大地之子 種子見面當來吃 補足一天的能量 種子不僅孕育了大地 提供我們營養 跟滋養的人類文明 一粒粒棉花紙啟動工業革命的巨輪 工作在咖啡館裡 人類思想活活發展 激起啟蒙運動的浪拋 從羅馬帝國的衰亡 到阿拉伯之村 敞案牽動著國家的新亡 種子不僅稱號了陸地 更支配著我們的日常 的確 說這是種子的勝利 一點也不為過 現在就讓我們透過種子的勝利一書 一起探索種子的奇妙事件 本書有美國的講座家 激生物學家說的探索種子 書中作者以有趣又貼切的比喻 為偉道出種子的勝利 本書分為五大主題 種子的滋養力 統合力 耐受力 防衛力 移動力 而居居一顆種子 它憑什麼勝利呢 在此之前 我們先設想一下 假如我們人類 不是捕捕動物 而是打從出生一開始 就得全生存 那我們該如何是好呢 而種子就是這麼一回事 為此 他們帶上了便當 還有他們需要一個 兼顧優金場的嬰兒來保護者 嬰兒是種子中的胚 而胚乳即營養組織 而胚乳即營養組織 是便當 包裹著便當及嬰兒的嬰兒囊 是總品 有保護者公用 這使得總子便於攜帶受保護 有充足的營養 而以適應現金的環境 但是這樣就夠了嗎 不夠 總子為了保護下一代 他們有多遠的傳播方式 像是可以遇風而行的龍毛 輕薄的刺 又或以拉便車的方式 由動物帶至遠方 又或是具福利 配戴海上飄流跟河 總子在遇到疲勒時 沒有辦法向動物能夠靈活的跑開 第三 為了鼓勵攻擊 他們有千奇百怪的方法 使他們可以順利排演下一代 而人類也巧合著運用種子的保衛力 來滿足生活中的各種需求 在滿滿的生活中 人手裡面的咖啡早已成為現代社會來支持的藥物 咖啡之所以廣受大眾歡迎 是因為其中的咖啡因 能使人好神經元的放電速度變快 讓人們的特徑感消退 達到喜好的效果 但咖啡裡為何還有咖啡呢 對職務而言 咖啡族在的目的當然不是提升 而是為了驅除骨蟲或花牛這類的害蟲 咖啡主會利用咖啡因回收系統 將咖啡因轉移到最重要的地方 也不是種子 但是咖啡因卻會使妨礙細胞分裂 為了使種子順利拔牙 種子會快速吸水而膨脹 使相當點遠離還有咖啡因的部分 這恰大黃色的防衛力 使咖啡動可以通過敵人的攻擊 並順利拔牙 咖啡動是讓人開心的動作 但是有種種子的種子 卻具有強烈的武器 是目前已知最致命的物質之一 它是什麼呢 它就是抵麻 存在抵麻種子中的抵麻毒素 在種子發芽時可提供營養 讓抵麻樹膩成長 但是它在動物的體內 透過血液散布 所以摧毀細胞 使細胞相繼死亡 甚至吃人餘子 在冷戰時間 發生了雨傘殺人事件 當時所使用的毒物便是抵麻 而種子的防衛力有強烈的過 奇妙的是 種子的防衛力還有周遭環境有所關聯 辣椒便是其中的利益 辣椒所謂的白色海綿藏肚脂 會製造出具有辣味的辣椒素 而這其他的味道被人們拿來體味 每個人喜歡的辣度有所不同 但辣椒的辣度會很有不同呢 那是因為辣椒製造辣椒素 為了抵抗真菌 而在更適合的環境下 真菌效益生長 因此大家必須提升自己的防衛力 來抵抗真菌的侵襲 大度也隨之相對提升 其實 敵人的存在對種子而言 並非都是共同之事 例如像石頭刻堅果 與面食類動力之間的關係 就如同總鋼鎖一般 這類種子必須發展出適當厚度 絕有防護力等可 來延長面食類動力的處理時間 並由這理想的敵人 帶著他們去旅行 物種必須經過一番合態 才能在文化的舞台上 脫領而出 從此擁有豐富的營養 精神的保衛力以及移動力 不但生化世界 也間接改變了人類的歷史 人類與作詞的觀念 不容想去 它是永遠的過去與未來 甚至在江青環境佔有故事 但言化是永無止期的 也許將來有一天 種子會被其他物種取代 種子的設計又能持續多久呢 這下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的女生 導演 我們現在請李王龍老師主問 謝謝你們的報告 那我聽完你的報告呢 如果你們想去看這本書 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當你們看完這本書的時候 你們都不用看多影片 你們覺得哪邊是最有趣的 然後你看完之後 你們有什麼衝動 想做什麼事 或者已經做了什麼事 你們主要是 著眼在保衛力的部分 因為我們沒有想到 我們平常炸椒或者是咖啡 這種具有農業味道的種子 它其實是 他們在保護自己 而產生出來的味道 所以 防衛力的部分 這味道呢 很想要去觀察 生活中的各種種子 它是不是也有 除了內部它的味道方面 它外表 它是不是有具有不同的構造 來保護它自己 像我們自己就 就是在家裡 就是校園裡面 我們就有剪刀一顆 坑式南洋桑的種子 它就是外面 它是具有道溝的刺 這就是跟書裡面 就是有點混合 就是感覺到很有感觸 就把辣椒口看 或者你剛講到的種子 想辦法去測試一下 大家畫面一點 就是它有很尖的刺 很道溝的尖刺 可是它 就是撥出來以後 它其實是裡面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事 所以它不僅是引動力 又是考慮的建築 對 那你覺得 有趣味的地方在哪 這個東西 這個是不是應該可以看的 我想我 在看完這個 這個村屋的時候 它實際上我注意的就是 遺產殺人事件 然後我就先去看了那一個章節 然後就讓我覺得 其實種子是很有趣的 他們那時候就是一直 瞧不到到底是什麼 什麼毒素的那麼多 那就可以吃了飲食 然後最後找出來 現在發現 現在是蜜麻的種子 它搜集出來的毒素 可以達到這麼驚人的 嚇人效果 我覺得就是 折不止的話 如果我們人類 站在那個吧 它可以帶給我們很多 提出 這個我就是 變成 拿來做其他用 通往的用途 就會造出大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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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